银行办理业务 却突然出现警察 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隐情 三千万的汇款业务 竟然暗藏玄机 到底谁在背后捣鬼 仅仅一个半小时 三千万流入陌生账户 巨额资金能否追回 今日听起收看传奇故事之 紧急追踪三千万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文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如果你懂得使用 金钱是个好奴夫 但如果你不懂得使用 他就变成了你的主人 随之而来的 也将是难以想象的可怕 今天这个事情 或许就是个最好的警醒 2016年1月28号下午三点多 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一家派出所 接到报案说 他们公司有两名财务人员 好像被非法绑架了 听到这儿的一些人 可能会觉得奇怪 什么叫好像被非法绑架了 报案人接下来说的话 就更让人惊讶不已了 他说他之所以不确定 那是因为带走他们财务的人 身份有点特别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警察立刻就赶到了现场 事情发生在当地的一家银行 正好有监控拍下了事发的全过程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是银行的大客户室 画面最左边柜台上的两个人 那就是报案公司的两名财务人员 当时他们正在办理转账业务 一切呢看似非常正常 可是突然有三个人走了进来 其中有两个人身穿警服 他们静止走向了两名财务的身边 之后很快两名财务人员呢 就被他们带走了 单从监控上看吧 两名财务人员似乎是因为什么事情 被警察给带走了 既然如此 那何来绑架一说呢 是这样 当时被带走的两名财务人员呢 还有另外一位同事在现场 他觉得警察的出现有点莫名其妙 于是呢就向银行工作人员询问了一番 他跟我反映呢 说在办理转账业务人当中呢 被两个穿制服的人员带走了两个同事 他呢也没看清是怎么回事 后续在打电话呢 两个手机都是无法接通 他感觉情况不是太正常 不仅人被带走了 手机也被强制关机了 难道说两名财务人 真的是犯了什么严重的事情 一开始呢 他们的同事也这么想过 可是转眼一想呢 同事又觉得情况不对 因为警察出现的时机呢 实在是太蹊跷了 哎怎么呢 原来就在两名财务被带走的时候 他们正在办理一项转账业务 而转账的金额呢 高达三千万 更重要的是 警察从监控当中还发现了一个细节 自身是警察的男子 把两名财务带走的时候 特意把柜台上的所有文件资料 也一并带走了 由此来看 他们盯上的可能不是人 而是那笔三千万的巨款 这还得了啊 当时两名财务的同事呢 立刻就把情况报告给了公司 公司知道这件事之后 也吓得不轻 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三千万还不全是报案公司自己的钱 其中有一千万是他们向一位姓韩的女士 刚刚借来的 而得知情况之后 韩女士呢 也觉得整件事情不同寻常 我认为警察啊 去比如说不论办什么案子 我认为不会采取这种方式 什么话也不说 然后去哪也都不说 就直接把人和所有的民主带走 韩女士怀疑呢 带走两名财务人员的人 可能压根就不是警察 当然老师仅仅是猜测 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警察接到报案之后 立刻对此展开了调查 结果发现这些人明显不是本地警察 那会不会是外地的警察呢 这可能性似乎也不大 外辖区的 到我们这儿来办一些经济类的案子 应该是跟 正常的是应该跟我们当地联系 那么辖区中队 辖区派出所都没有接到这种协作 不仅如此 在查看监控的时候 警察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 身穿警服的两个人呢 还带着另外两个没穿警服的人 行为举止 有些奇怪 通过这种着装反应来说 我们对他的警察身份 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怀疑 有厂着怀的 有戴着口罩的 种种迹象表明 突然出现在银行的几名男子 应该都是假冒警察的身份 目的就是要带走两名财务人员 事情说到这儿呢 真的让人非常震惊 几名不法分子 公然假冒警察 到银行把人带走 这也太猖狂了吧 而且就在大家伙 绝对不可思议的时候呢 细心的警察又发现了一个蹊跷的地方 嫌疑人是怎么知道 这笔三千万资金的呢 而且更奇怪的是 这笔钱刚转出去 他们就来了 怎么会那么准时呢 难道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谁报的信呢 当然这仅仅还是警察的一种猜测 眼下最重要的是 尽快找到两名财务 确保他们的安全 当时呢 通过银行大门外的监控 警察很快发现 假冒警察的不法分子 把两名财务人员 带上了一辆商务轿车 顺着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 警察一路追踪到了 石家庄的这个交线 岗城一带 岗城的一个开电门前 停下来 带一个女孩进了KTV 然后我们又查看了 KTV的录像情况 通过KTV的监控呢 办人员终于发现了 嫌疑人的活动动机 监控显示 事发一个半小时之后 当天下午4点多 假冒警察的这个嫌疑人 抱着电脑 走进了这家KTV 跟在他后边的 正是会带走的 其中一名财务人员 看样子呢 他并没有受伤 尾随在最后的是 另外一名可疑男子 其他人员呢 咋皮没看到 那么这三个人 为什么会突然到KTV呢 对KTV的相关人员 进行了解 他们来了 只是想用一下包房的WiFi 嫌疑人抱着电脑 还要用无线网络 听到这儿的警察 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恰恰就在 随后的几分钟之内 然后办公司和韩女士 对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从银行获值 三千万资金 已经被转到了 广东省朱海市的 一个不明商家的 这个账户上 也就是说 这钱彻底不受他们控制了 我们发现 这伙嫌疑人 目的就是为了涂裁 更加让我们坚定 他们就不是警察 事情说到这儿呢 嫌疑人的意图 算是彻底搞清楚了 既然对方是屠材 那两名财务人员的 安全风险 应该就小了很多 可是说到两名财务人员 对于他们的身份的 一些警察就起了疑心 怎么呢 可能一些观众也注意到了 KTV里的监控显示 即使被假冒警察 带到了KTV 这一名财务人员 似乎也并不慌乱 即使有人从身边路过 他也没有任何求救的意思 他是真的被嫌疑人迷惑了 还是说他们压根就是一伙 朝着这个方向 一次考那个 两名财务人员的协议 这就更大了 前期包括各种开户 签协议 各种手续一类的 他们早就知道这批业务 所以他们也存在这个 有预谋的可能性 是啊 如果没有财务人员做内鬼 嫌疑人 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这笔三千万的资金 他们怎么又可能那么准时准点的 出现在事发的银行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一切可能是一个早就设好的局 而事实呢 也的确如此 这的确是个局 只不过这个局呢 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 而且要可怕的多 但是当时呢 受害公司韩女士没工们想那么多 他们担心的是自个儿的三千万 可能再也拿不回来了 一旦转到那个账户上 我们就感觉应该就是骗子了 那骗子应该会是 应该会是马不停蹄的 就会往下再继续转账 的确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 警方也有同样的担心 如果嫌疑人把钱取现 或者再次转账 要想成功追回 难度就非常大了 不过万幸的是 当时距离银行下班 还有一小时 于是呢 警方火速跟银行进行了一番沟通 其实你留给我们的时间 只有一个小时 我们积极的与银行沟通 还进行了先行 进行了先行指付 在银行的支持下 警方顺利的紧急冻结了 这笔三千万的巨款 这让受害公司负责员 和出资人韩女士都松了口气 但遗憾的是 从KTV出去之后 嫌疑人和两名财务人员的行动 就彻底消失了 而这可怎么办呢 就在警方为此一筹莫展的时候 没想到事发当晚九点左右 事情有了转机 受害公司负责人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来电话的不是别人 竟然是有内鬼嫌疑的 那两名财务人员 当时两个小姑娘瞎的很厉害 反正是说话也说不清楚 一直在哭 就是只是说 说了他们在什么地方 让我们去接一下 得知这个情况之后 警察立刻出动 把人给接了回来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内鬼呢 一听警察的怀疑 那两名财务人员非常激动 他们说自个儿真的是受害者 也完全是被骗了 两人说一开始 他们以为是警察办案 所以对方让跟着走 他们不敢不顺从 两人穿着警服 出示了证件 说我们是桑中市公安局的 你们涉嫌 虚报注册资本 跟我们走一趟 两人还说 直到被带去KTV 他们再反应过来 对方可能是假警察 你说哪有警察 带人去KTV办案的呢 可这个时候为时已晚 在对方的威胁之下 他们不得已 才把那三千万资金 按照对方的要求 通过网络 转账到了珠海的账户上 他们也没敢问 只是人家说什么 让他们转钱 说不转 你们走不了 用一些威胁的语言 从两名财务的情绪 和叙述来看 他们应该是没说假话 也就是说 他们不是内鬼 可这么一来呢 那就更加奇怪了 既然不是财务人员 通通报信 那嫌疑人是怎么知道 这笔三千万资金的呢 他们又怎么准时准点的 出现在银行的呢 这个时候呢 受害公司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原来这三千万呢 是他们准备转账到 河北省霸州市的一家公司的 双方是第一次业务往来 说是在账户上走个流水 双方说好 当天就会把这笔钱还回来 那会不会是霸州那边的公司 有人在搞鬼呢 或者是一种更可怕的情况 他们会不会跟不法分子 就是一伙的呢 没想到就在大家对此 议论纷纷猜测不断的时候 霸州那家公司的法轮代表呢 竟然主动找到了派出所 才来干什么呢 这一切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把他们收到河北石家庄的一家公司的 两个财务人员在办理转账业务的时候呢 几个不法分子竟然假冒警察 把他们带走了 之后迅速转走了三千万巨款 虽然警方及时冻结了这笔钱 但有些问题呢 还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比如不法分子是怎么知道这笔三千万资金的呢 他们又怎么能够准时准点的出现在银行的呢 经过一番调查和排除 警察认为霸州那家公司啊 有很大的嫌疑 他们可能向不法分子通风报信了 可是没想到就在警方对此准备展开调查的时候 霸州那家公司的法轮代表李华林呢 竟然主动找上门来了 而且来势汹汹 他来干什么呢 这目的说出来就让人有点难以置信了 他竟然是来质问警察 为什么要冻结这三千万呢 他是别人给我打进我的账户 我转到别的账户 转到别的账户 给我冻结了 来要钱来了 据李华林说呢 这三千万是他找石家庄的这家金融公司借的 用来还另外一家公司的欠债 这是公司之间正常的拆截业务 来公安机关的时候 带了一张借条 显示他曾经向别人借过三千万 他自称转到珠海这家公司三千万就是用于还款的 李华林说这话的时候一副理直气壮言之凿凿的样子 莫非这里头真的有什么误会 可是就得等等了 不对呀 信心的观众应该还记得那三千万资金明明是有人假冒警察身份 挟迫受害公司的财务人员进行转账的 怎么在李华林的口中变成了他主动把钱转走的呢 警察觉得事有欺巧 于是他们立刻对李华林展开了调查 结果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可疑之处 李华林在霸州开的那家公司非常奇怪 是2016年1月初刚刚注册登记 但是案发的时候是1月28号 刚刚成立时间不长 有这样的业务来往干啥 总感觉他们这个不是很合乎逻辑的 这么看的话李华林很有问题 于是警方立刻对他采取了抢救措施 而让警方倍感意外的是经过一番审讯 嫌疑人李华林不仅改口承认自本诈骗 而且还宣称这一切都是他一手传话的 在网上找的人去抓的他们的 李华林自称呢 因为缺钱才想出了这个搜毒 以他一口咬定假冒警察的人 也都是他找来的伴手 那这些人哪去了呀 对此李华林是知识不提 说是不认识他也找不到人 看来呢李华林是想包揽所有的罪名 他为什么这么主动 经验丰富的警察认为呢 这里边可能还有引擎 而真相也的确复杂的多 但是不管怎样 当务之急 还是要把假冒警察的那几名嫌疑人 抓捕归案 于是围绕李华林的社会关系 警察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调查 而这一次他们果然有了重大收获 办人员注意到 和李华林经常在一起活动的 有个叫王大雷的男子 非常可疑 把姓王的情况传过来以后 我们跟录像比对 发现这个人 跟我们录像上穿警服的人 极为相似 之后很快警察就对王大雷进行了抓捕 而王大雷呢 很快也承认 他的确就是假冒警察的嫌疑人之一 据王大雷公认 当时和他一起去银行的另外三个人 都是他联系的 穿的警服呢 也是他非法买来的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 警方很快也将其他三名同伙全部抓获了 而这三名同伙的供述呢 可就真是让人有些哭笑不得了 结果审讯 他们都说自个儿是被叫去帮忙的 稀里糊涂就跟着去了 对于转账三千万的事 他们竟然是头一次听说 您说这些年轻人哈 这脑子也不想点事 冒充警察这种事情能干吗 结果他们倒好 不仅非法冒充警察 还不知道为了啥 那这一切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呢 经过进一步的审讯 王大雷交代 他和李华林的确认识 但是假冒警察这件事并不是李华林找他做的 而是一个叫刘汉民的人介绍的 这一波接一波参与这次诈骗的人还挺多 那么刘汉民会不会就是幕后主使呢 也不是 据王大雷说 刘汉民只是从中牵线搭桥的 真正的幕后主使另有其人 搞了半天 但连王大雷也不知道幕后主使是谁 不过他说了 他至少能够确定一点 主动揽则的嫌疑人李华林 绝对不是猪毛 他这个案子里边 也仅仅应该是一个小角色吧 或者说 不是其主要作用的人物 你说这幕后主使还真的是狡猾 不仅有帮忙干三活的 还有人出面替他顶罪 他到底什么来头呢 S神的警察也是一城墨尘 他们决定先顺平摸瓜 找到刘汉民再说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刘汉民工作的宾馆 而且在这家宾馆 幕后主使的马脚终于露出来了 当时警察发现了一辆非常眼熟的车 当时的作案车辆就停在宾馆的后面 这就又引起我们 对这个宾馆的更大关注 警察证 这辆车就是事发现场嫌疑人逃跑的时候开的车 那么这车是熟的呢 车主并不是刘汉民 而是宾馆的老板张松林的 他参与了这期诈骗 对这个张松林一调查 警察就更加有点惊喜了 原来在事发几个月前 张松林就因为诈骗 被山东省济南市官局取保候审 这么看的话 张松林极有可能就是真正的幕后主使 所以很快2016年3月8号 警察展开行动 在这家宾馆 一举将张松林和这些人抓获了 事情说到这 犯罪嫌疑人算是全部漏网了 而得知这一情况 嫌疑人李华林等人呢 也终于吐入了全部的真相 他们交代 之前所做的每一步 都是听从老板张松林的指令 目的就是为了在这笔不义之财里头 分一杯羹 根据几个嫌疑人的供词和相关证据 警方最终也认定 宾馆老板张松林呢 正是整起案件的真正策划者 幕后黑手总算是揪出来了 但是面对公安机关的指控 嫌疑人张松林呢 却失口否认 所谓铁证如山 张松林竟然还想否认 这个时候否认也没用了 那么张松林到底是怎么策划 这起涉嫌三千万的诈骗的呢 他又是怎么盯上受害公司的呢 这背后的原因说起来 就让人有些感叹不已了 不光是因为张松林他们狡猾 受害公司自己可能也有些责任 咱们呢 据警方介绍是这样的 张松林呢 首先指使嫌疑人李华林 在河北霸州注册成立了一家公司 对外宣称呢 有一桩大生意 但是呢 合作伙伴要求考察公司财力 需要验资 所以呢 他们需要借三千万 当然了 这钱不是白借 三千万 只要到他们账户上走一圈 他们就支付两万块钱的报酬 几家公司 就是做相关业务的几家公司 都没有谈成 都感觉到风险很大 这风险呢 的确大 三千万转出去了 要是别人不转回来 那不就亏大方了 更何况还是不认识的公司 所以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 可是石家庄的这家金融公司呢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受害公司 他们觉得三千万转到对方账户 再迅速转回来 几分钟的时间就能赚两万 这买卖比较划算 而且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当时他们自己的资金还不够 为了赚这两万块钱 他们还特意找韩女士等人 紧急凑集了三千万 而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就在受害公司通知李华林 准备转账的时候 李华林的迅速把这个消息 告诉给了幕后老板张松林 接着张松林的就指使王大雷等人 假冒警察准时准点的出现在了银行 然后把财务人员带走了 接着再挟估他们把三千万转走了 这回幸亏是警察及时介入 银行也大力支持 紧急冻结了这三千万巨款 要不然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后来在警方的努力之下 追赃工作也有了头绪 非常幸运三千万账款全都追了回来 算是有惊无险了 而嫌疑人张松林 王大雷 刘亥敏等人 则因为涉嫌诈骗 被移送检查机关起诉 这回他们算是彻底栽了 怎么呢 因为根据我们国家刑法规定 诈骗金额达到50万以上的 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可以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是无期徒刑 并且处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 你说这张森林他们是不是得不偿失 回到看今天这件事呢 很多人都会忍不住感叹了 都是钱惹的祸 是 你看嫌疑人 这伙人呢 是贪想不义之财 害得自个儿进了铁窗 而受害公司呢 则是希望赚快钱 想走捷径 结果为了两个块钱 差点赔进去三千万 想想就后怕 所以说啊 人要学会做钱的主人 脚踏实地 合理的利用金钱 为自个儿服务 而不是变成金钱的奴隶 被利益驱使 最终害了别人 更害了自己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 有点什么新闻发生的话呢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 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